- 大家早安! - 我現在超ready的 - 看我的髮型就知道了 -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走 - 我好像晚上真的覺得很興奮睡不著 - 我跟你講我也是 - 因為今天要去的地方是我非常期待的 - 這是我們要去的呢 - 又是馬爾蒂夫 again - 我沒去過欸 - 我們沒有 again 我們是第一次 - 但我還是很興奮喔 - 但這次我們會完全去不一樣的度假島 - 跟不一樣的居民島 - 我們總共會去兩個度假島一個居民島 - 但是這個度假島有沒有喝爆呢 - 我不確定 - 你要幹嘛? - 我們這次不用吵 - 我們沒有要PK了 - 我們現在要搭去吉隆坡4個半小時 - 然後再從吉隆坡轉機到馬列機場 - 也是4個半小時 - 所以我們今天一整天都會再搭飛機 - 我不知道你頭髮抓成這樣是要幹嘛的 - 嗯 就是第一個鏡頭 - 第一看好看就好了 - 第一看... - 滿意的地位 - 我沒有才華 - 我就想把自己外表弄好一點 - 就是我前幾天 - 我就是在看小紅書啊 - 然後我覺得手機就是偷聽到我要去馬爾地夫婦 - 他突然就跳出一天 - 他被那個富士沙咬 - 你說我們上次跟他一起游泳福前的富士沙 - 就你們一直踢他的那一個 - 就是他去的時候 - 然後那個人也跟他說 - 他們都不會攻擊人 - 你不要主動去嚇他什麼 - 然後他就說 - 可是我覺得我好像被咬 - 他說阿 難不能 - 要一起來 - 哇 - 他如果咬我就咬你 - 你就看我以前的復習喔 - 對啊 我趕快追劇啊 - 再追回來二刷 - 可是你們覺得人是已飛嗎 - 蟲蟲你那時候好癢喔 - 蟲蟲那時候頭髮也比較OK啊 - 瘦很多 - 但是他皮膚現在比較好一點對不對 - 他有了那個 - 滋養 - 什麼滋養 - 孩子的滋養 - 真的耶 你有沒有回頭看覺得 - 哇 這就是你們人生的歷程耶 - 你以前還在影片裡面叫他寶貝 - 你現在幹嘛 - 不是敢不敢的問題 - 是我不想 - 準備飛行四個半小時到吉隆坡轉機出發 - 我剛剛在跟杜子彤聊說 - 還是我們年底去埃及跨年 - 結果他講了一個 - 認識他十幾年來都不知道的秘密 - 這個陰塵封在我記憶很久了 - 就是我國中的時候其實很想要當考古學家 - 結果後來我就發現 - 要一個人在很暗的地方那邊挖東西 - 我突然覺得有點可怕 - 然後我就放棄了這個夢想 - 我就已經趕快睡覺了 - 要起飛了 - 哇 我們到了吉隆坡的機場了 - 我好像第一次來這邊耶 - 哪有 我剛剛在飛機上問他說 - 妳有來過馬來西亞嗎 - 她說有啊 找前男友知道嗎 - 現在跟我說沒有 - 他就過去了 - 你要勇敢講啊 自己過去了 - 然後他剛剛一直說他要出去 - 我想說為什麼要出去 - 我們不是轉機而已嗎 - 還很生氣 為什麼我不能出去 - 現在要走就是領行旅轉機 - 然後我們就一直走一直走 - 然後直到我問說 - 我們現在走的地方是對的嗎 - 我們就看著人往哪邊走 - 我們就往哪邊走 - 我們就無腦走耶 - 那他不是寫那個嗎 - 沒有人知道 - 我們剛剛已經完成了轉機的自助報道 - 現在有專門的地勤在幫我們貼行李條 - 就拉下來貼起來哪裡來 - 你會嗎 - 我不會 - 那你就不要去 - 就丟掉 - 就丟掉 我們就丟掉 - 在結論火機場等轉機 - 欸 我可以去試我拉三妹 - 我覺得我們很獨立耶 - 因為它其實有一點複雜 - 爬了一個小時過海關之後 - 然後拿完行李 - 你還要再做一個shuttle bus到航下二 - 可是這真的如果情侶來你會生氣嗎 - 情侶來會生氣為什麼 - 如果是像肚子這一種我可能會 - 對啊我什麼都不會 - 可是我沒有叫東叫西的喔 - 而且它讓你很快樂 - 哪裡快樂哪裡 - 現在獨立到自己刷卡逼行李 - 不是是這個機場太不需要人工了吧 - 你拿這個東西然後逼你的機票 - 你就可以刮行李了 - 就可以完成小時候想要當超商店員的這個願望 - 在階段坡機場待了四五個小時之後呢 - 我們正式的要飛馬利夫 - 也是飛四個半小時左右 - 到那邊至當地時間差不多晚上八點 - 內部時間下載好我們出發 - 想不到吧 - 我們又出現在馬爾地夫了 - 然後現在外面再下大雨不知道什麼意思 - 但我們還是很興奮欸 - 對啊 - 我剛剛從飛機上看下面 - 已經可以看到那個度假導影 - 你可以從飛機上看到一長長的亮光甲板 - 然後旁邊是一個一個一個的光線 - 一個一個的V啦 - 半點 - 欸那你的視力很好 - 可以理解他們現在興奮很多 - 第一次的心情 - 其實我也是很開心啦 - 一下來就下大雨了 - 哈哈 馬爾地夫常下雨嗎 - 應該是不常喔 - 我們馬爾地夫的導遊說 - 下大雨然後寄上大眼水 - 可以先免費玩水 - 你第一天的水箱活動已經開始囉 - 我想像中的馬爾地夫不是這樣子的 - 我覺得你的髮型從一早的型男 - 變成日後的女人 - 我家婦女 - 我現在已經管不了了 - 你沒有那麼才華 - 但是你顏值要稍微顧一下 - 我現在也放棄了 - 哈囉 - 這是我們這兩天的導遊 - 怎麼稱呼你 - 嗨 我叫菌菌 - 現在馬爾地夫下大雨是常見的事情嗎 - 欸並不是 - 雨的部分其實都下二三十分鐘就停了 - 對啊他們不會下到非常久 - 而且現在外面已經停了 - 所以一片風平盪盡了 - 我們先來這邊買SIM卡 - 是不是有時候哪一個電信會比較好 - 其實要看區域 - 然後我們在馬列這個區域的話是 - 底拉谷這家 - 橘色這家會比較好一點 - 我們買的是美金五十塊 - 可以用三十天的一百G - 它第一個選項就是十七G - 上面落差人大 - 想不到吧 - 我們搭了一整天的飛機 - 接下來還要搭四十到五十分鐘的船 - 而且我們要在船上吃漢堡王喔 - 欸可是我覺得現在看暗暗的自覺 - 下面還感覺很清澈欸 - 直接可以看到底 - 看起來超清澈的 - 我們現在要去的居民島叫做什麼? - 吐露斯堡 - 吐露斯堡 - 吐露斯堡 - 有拍下來就不會忘記了 - 全部人快點上船 - 不然在這個原地很慌會吐 - 欸來是漢堡王喔 - 我們等一下姐姐在拍乘風風浪的姊姊 - 她現在很興奮欸 - 她等一下就不要暈船了 - 這樣實在是新人 - 飛機好現在都已經帶到媽的地步了 - 滴答滴答 - 我已經忘記叫什麼島了 - 吐露斯堡 - 吐露斯堡 - 吐露斯堡 - 剛剛君君說這個居民島呢 - 以這邊來說算是中間偏大 -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坐貨車到我們的Villa - 這是我們今天第幾種交通工具 - 汽車、飛機、船、貨車 - 因為這個島它其實人口數量有點距增 - 所以他們有建造一塊是海埔行程地 - 下午的時候看夕陽和星星都很適合 - 抵達我們在居民島第一天的住宿了 - 叫做Toulouse Du Garden Villa - 唷唷 念對喔 - 其實它就是一個非常非常很像鄰居家的這種感覺 - 所有的房間都可以看一下 - 就是長這樣而已 - 很簡單的雙人床 - 簡單的浴室 - 房間都差不多 - 都是長這個樣子 - 我覺得就是乾淨簡單的 - 這邊還有一個小廚房 - 你也可以用 - 如果你有那個賢親雅致的話 - 我們今天真的太累了 - 先讓我們休息一下 - 我們來這邊從真正搭機的那一刻起 - 統統將近花了快18個小時 - 可是我還是覺得很開心欸 - 因為我覺得還是很興奮欸 - 君君就說今天沒有什麼星星 - 可是超級多星星 - 他說的很少 - 可是我看起來已經像是滿天性的狀態了 - 他們就是第一次來 - 這種興奮的狀態 - 好明天會正是我們開啟 - 馬爾蒂夫的第一天 - 大家晚安 - 起床 - 起床 - 起床 - 睡不著我起床快點 - 很興奮起床 - 你不覺得睡不著嗎 - 我五點多就起床了欸 - 五點就是台灣的八點多 - 我在台灣都八點多起床 - 起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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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想抓 - 你們怎麼隨時都是一個Ready好的狀態 - 給大家看一下我們昨天住的這一間 - 它外面是長這個樣子 - 跟晚上完全不一樣的景象欸 - 我想起來了 - 蟲蟲把那個指踢到臉上對不對 - 不行 - 我決定這一集我不會再提到蟲蟲 - 我們每一集都這樣說 - 但是沒有一集做到 - 早上本來就是訂了一家早餐店但沒開 - 就不要太多的期待 - 這就是我們 - 沒事 - 我們再找下一家 - 沒事 肚子有點餓而已 - 沒有它本來Google就說11點才開 - 是我們硬要撞撞看的 - 昨天當地人說等一下他們八九點就開 - 我當然相信當地人 - 我怎麼會相信Google評價啊 - 我們這樣有此可知 - 我們不是要相信Google - 我今天大概有查了一下這個地方的一些故事 - 這邊的居民大概住了兩千多個 - 只有一間學校 - 這個島呢有一個全世界唯一一個可口可口工廠 - 是海水淡化去做的 - 欸?就是你們上次喝的 - 喝起來像Zero那個啊 - 上次有喔?就這裡做的 - 今天早餐要吃的早餐呢叫做Santa Rosa - 君君我們今天會看到海龜嗎? - 這邊行程沒有海龜 - 但是海龜在這個地方這個區域其實都是蠻隨即出現的 - 這個區域也是有海龜 - 只要有機會這邊都是靠運行 - 那就是我們就是看不到 - 看得到因為我有來 - 可是有我 - 所以我叫你離我遠一點 - 我今天早上不是跟你講過了嗎? - 你有離我遠一點 - 我們點了當地居民會吃的早餐 - 它有給你餅皮熱狗 - 這一坨呢 - 鮪魚、椰子、檸檬、洋蔥混在一起的 - 我覺得很好吃耶,非常的清爽 - 我們的是美式早餐 - 其實他們這邊的物價都OK - 一百出頭台幣 - 還有什麼事? - 現在發生什麼事了? - 我們認識新朋友啦 - 哈囉,香港的朋友 - 因為我們下午想說我們其實也是玩個水上活動沒事 - 然後他們剛剛跟我們說 - 欸,還是你們下午想跟我們去抓龍蝦 - 下午我們安排過去抓龍蝦了 - 另外一個島,它是Inhibited - 它就是沒有人住 - 無人島來的,然後帶你對那個人就是比較熟悉那個地形 - 可以幫我們問一下嗎? - 可以可以 - 看上別人的團 - 知道為什麼我們會聊到嗎? - 因為那個船長不見了 - 要知道我們出來的船長不見了 - 所以我們才有機會認識新朋友 - 旅途就是這樣子嘛 - 我們就很多意外的插曲 - 很興奮耶,抓龍蝦 - 而且他剛剛給我們看的影片是真的像黃金傳說那種 - 魚叉的那種 - 魚叉的那種 - 船長要來了嗎? - 欸,我也不知道 - 因為這個島呢,它其實就真的非常free - 它沒有那麼重的旅遊、觀光、商業感 - 所以大家就是想去哪裡就去哪裡都ok啊這樣 - 有了有了,船長出現了 - 船長出現了 - 妳為什麼現在要出現? - 這樣我都排好很忙 - 妳現在究竟增加我的負擔 - 浮潛囉! - 現在可能要去綠色的海龜 - 屁啦! - 沒有,他超冷靜的,他說海龜耶 - 不可能 - 他都會浮起來呼吸 - 他為什麼要騙人啊 - 沒看到就沒看到,為什麼要說我有看到 - 欸,我有看到是青綠色的 - 它會不會就是一顆長滿青苔的大石頭 - 或是長滿青苔的保麗龍 - 對 - 欸,你們可以看到那邊的海顏色完全不一樣嗎? - 超級清澈的! - 完全看得到海底的那種 - 現在已經停在海中央上了 - 搭了大概20分鐘的船 - 船上配備準備跳下海 - 我們還沒有下海就已經看到大鴻魚了 - 到底到底? - 到底到底? - 到底到底? - 下海就撞到石頭啊 - 確定,這石頭看起來超近的耶 - 撞 - 下面超誇張的 - 下面超誇張的 - 全部都是烘魚,全部 - 下面不只烘魚,整個魚群超扯的 - 而且我們不是在什麼很遠的深海 - 我們在沿岸耶 - 真的超扯,不是我在講超扯 - 我們當時還沒有看過這樣子的畫面 - 就很像之前的鯊魚,然後現在變成烘魚 - 這個如果原本船長沒來會有點遺憾 - 我們在看烘魚家族耶 - 就算今天沒有烘魚 - 這下面也漂亮的不可思議 - 下面也漂亮的不可思議 - 下面也漂亮的不可思議 - 你看烘魚一家人嗎? - 一家人,他們一整群要回家耶 - 十幾隻耶 - 那我們要三、四代同堂 - 大大小小全部 - 我剛剛喝到好幾口水 - 有點飽,剛才打嗝 - 好累 - 好累 - 好累 - 那我剛才說有看到黑騎鯊 - 是有攻擊性的喔 - 然後已經來回有兩次了 - 所以我們剛剛已經被盯上了 - 對 - 然後我說那我們怎麼還不趕快上來 - 然後我們還在這邊看烘魚誰家嗎? - 你們有覺得上來之後很想吐嗎? - 沒有 - 但你可能是暈浪 - 在下面沒感覺上來之後好想吐 - 肚子眼的毛巾衣很好看喔 - 真的而且有兩色可以吐 - 有我的可愛嗎? - 有最新的 - 這個是四春款 - 最終不會是這個版本 - 我們現在在吃那個材質 - 然後這個版型我們還會再改過 - 我們現在先回到民宿休息 - 剛剛Rex買了這一罐過來 - 他說是檳榔乾捏 - 我記得我們上一趟也有吃 - 這你只要拿出來啊 - 對你當地人看到 - 他們就分食把你整罐分光 - 他們很愛這個 - 超愛的 - 所以這可以拿來當公關 - 喔可以喔非常可以 - 那它這貴嗎? - 很便宜啊 - 這一罐應該差不多五六十台幣 - 它很像SPA裡面會出現的玫瑰鹽 - 它是香香的欸 - 對它很像去角質 - 我把去角質的鹽 - 弄厚泡澡的鹽拿來吃 - 玫瑰的味道 - 現在呢回來先準備收一下行李 - 因為我們想要體驗不一樣的住宿 -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搬到另外一間飯店給你們看 - 第二個晚上我們要住的飯店叫做Season Paradise - 真的來到天堂感覺 - 看到這些超市馬上可以買泡麵來吃 - 整個upgrade起來喔 - 直接來開箱我們第二天晚上的飯店 - 漂亮啦 - 有陽台的啦 - 大片的落地窗 - 打開來超美 - 就是Coconut tree - 我們開始慢慢一點一點有減路舌 - 一點一點來 - 我們來蹭團了 - 欸也是我們這樣子會聊天聊來的 - 欸也是我們這樣子會聊天聊來的 - 我沒有什麼貢獻 - 我就是會交朋友就好了 - 他們是會找到一個龍海住的地方 - 還是他們跟彰化的蛤蟆一樣 - 用放的 - 欸要載這批觀光客人 - 那我們先去放龍海 - 這樣很有良心啊 - 不會讓我們抓不到 - 那你不要講 - 你就給我那個成就感就好 - 應該是野生的啦 - 之後一下去拿起來 - 它不會動喔 - 而且它更冰喔 - 它是這個冷凍褲拿出來 - 還沒有退冰完 - 還沒解退還沒解凍 - 現在好像是在修船 - 好像船壞掉了 - 肚子我覺得 - 我加你威力無窮 - 我們夫婦沒辦法得正 - 轉船 - 像那個搭劫要換線一樣 - 轉局線 - 換一艘大船 - 換一艘大船 - 庫里克 - 我們現在急於將前往龍蝦站 - 現在除了抓魚抓龍蝦 - 裡面可能還會有漲 - 沒那麼多魚 - 沒有抓到不要上來喔 - 球差太遠了 - 球差太遠了 - 球差太遠了 - 我還沒抓到 - 我已經要累死了 - 好累喔 - 它剛剛在石頭縫裡面 - 它就用一罐東西去噴它 - 然後繞這個Otikus - 吐出黑黑的墨汁 - 我們不是專業的 - 我們根本就沒辦法 - 我大概吃了三大口海水 - 看到它潛下去 - 然後用一個東西噴它 - 章魚就會出來 - 因為它覺得受到攻擊 - 它就開始噴墨汁 - 但一瞬間水裡整個都是黑的 - 然後我們就搏動搏動 - 然後就拿出來 - 剩下的就交給專業的啦 - 他們還在抓 - 剩下的就交給專業的啦 - 它很美欸 - 它的花紋很漂亮 - 一隻龍蝦可以賣一碗 - 真的太累了 - 現在要前往一個無人島 - 料理我們剛剛抓的龍蝦 - 還有章魚 - 跟那些貝類 - 不可思議 - 它下面是用椰子殼當木炭欸 - 這一個小沙丘的大小 - 就是我現在繞一圈 - 就沒有了 - 它就是這樣子這樣大而已 - 揭曉 - 揭曉 - 乾杯 - 裡面還有蝦子 - 差一點想說我在哪 - 我在做幹嘛 - 為什麼我要在這裡 - 他們就在這樣的一個小島上 - 擺上一個大桌子 - 鋪上桌巾 - 然後放椰子水這樣子 - 就超級有氣氛 - 我們要做一件你一定會好喜歡的事情 - 你要不要 - 我還沒有問 - 它就好啊 - 它自己帶上去 - 天生歌機又上線了 - 走過司機 - 哪一個 - 唱上去了 - 再聲音Key - 再聲音Key - 走過司機 - 再一個 - 再一個 - 走過司機 - 到底是哪一個司機 - 它現在只要耳朵一帶上花 - 它就會啟動割機模式 - 龍蝦大餐啊 - 雖然我們只有抓到一隻 - 但是我們還是有整盤 - 上菜囉 - 除了龍蝦以外 - 還有準備炒飯 - 可樂跟一些沙拉 - 然後等一下還會有螃蟹 - 貝類 - 搭配一下現在這個夕陽 - 真的是超讚 - 超級好吃 - 完全不用沾醬 - Chef I love you - 它還會送很多東西來 - 除了貝類啊 - 還有一些蔬菜 - 馬鈴薯等等的 - 一直續龍蝦捏 - 我吃龍蝦吃到怕 - 它一直塞給我 - 我真的沒辦法 - 我這輩子吃龍蝦的量 - 可能都沒有今天做 - 吃飽飯之後呢 - 就繼續看夕陽 - 等一下就準備回飯店了 - 現在對於馬鈴薯有什麼感覺 - 現在對於馬鈴薯有什麼感覺 - 這樣就100分 - 那你不用去度假島了耶 - 看我們今天晚上住的 - 我覺得就很OK了 - 我覺得他明天可以回台灣了 - 台灣見了 - 台灣見了 - 掰掰 - 晚上六點多 - 回到我們的島 - 剛想說來看一下飯店的泳池好了 - 結果居然是這種無邊際的耶 - 妳現在要下去 - 下去看一下啊 - 她自己說她要拍一個美背 - 對 我要拍一個實在跳 - 我先看妳背後有沒有痘痘 - 妳的背比一蟲蟲的乾淨多了 - 妳指導她 - 屁股翹出水面 - 背要凹 - 沒有它上面太平了啦 - 再凹一點再凹一點 - 然後上半身挺直 - 很美很美 - 可以 - 學現在在學狗爬式 - 對對對 - 要滑快一點 - 繼續繼續繼續 - 繼續繼續快點 - 妳可以 - 都沒有 - 都沒有 - 都沒有 - 突然有一個浮屍飄滑去 - 幹嘛啊 嚇到 - 好累喔 - 為什麼還要出門吃晚餐 - 我剛才不是吃很飽嗎 - 對啊 為什麼 - 都說妳現在才7點20 - 妳們的馬爾蒂夫7點20 - 躺在床上去幹嘛 - 妳素顏講這些話特別可怕 - 晚上的馬爾蒂夫居民島超級寧靜 - 感覺如果在罵小孩的家庭 - 應該整個村都聽不到 - 其實現在不是宵夜 - 現在才8點49 - 沒有 我好累喔 - 會好累喔 - 因為這裡的時差了 - 妳覺得很累 - 現在已經是台灣快12點了 - 其實我覺得居民島就是這樣 - 它不需要一定有特定的行程 - 因為它的行程很容易 - 因為天氣而有所變化 - 所以如果妳們要來居民島的話 - 可能要有點心理準備 - 其實它會很激動 - 它會很多變 - 我們就是因為在涼亭等不到船長 - 就認識了另外一個行程 - 現在妳還是覺得馬爾蒂夫100分嗎 - 我還是覺得啊 - 而且風景什麼看起來都超美的 - 隨便拍 - 沒有到隨便拍 - 就是人的問題 - 拍出來的照片都超漂亮的 - 你在說你自己的人的問題嗎 - 我說要拍很久才要拍出好照片 - 但不知道為什麼這一趟你真的特別帥欸 - 真的嗎 - 它又嬌羞 - 在這個居民島我們只待兩個晚上 - 所以明天我們就要前往第一個度假島了 - 大家晚安 - 晚安